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随著弑君后 因为大权在握 与庆峰共同指争 惊弓形同傀儡 而此时在齐国的政坛上 我们也完全看不到 燕英会有什么机会 那么燕英究竟是如何 在齐景公这一任上 从一个普通百姓 而最终成为了齐国的宰相 并辅佐齐景公 成就了齐国的第三次盛事呢 燕英的相国之路 对我们还会有哪些启示呢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李任飞副教授 作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名向燕英第二起 向国之路 在齐景公登基以后 燕英的付出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因为在左传上记载 在公元前的547年 也就是齐景公登基的第二年 燕英呢 陪同齐景公 当时齐景公只有14岁 去晋国访问 那么燕英这次陪同齐景公出国 他当时的身份是什么 应该是恢复了他父亲传下来的爵位 大夫 如果不是大夫 他是没有资格作为主要成员 陪同国军出国的 但是爵位相当于职称或者是职级 那么到底燕英这时候担任了什么样的具体的行政职务 按照一些专家分析的结果 说燕英这个时候 是没有担任具体行政职务的应召大夫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当时齐国的右宰相崔柱 左宰相庆丰 少年齐景公实际上是捏在他们手里的 而且这两位都是跟燕英当面PK过 是老对头 所以即使是齐景公想要重用燕英 那么这一关他也是通不过的 但是如果国家遇见一些问题 很棘手的问题 其他人搞不定的时候 崔柱和庆锋也会从全考虑 那么召唤一下燕英 后来到公元前的五百四十六年 就是齐景公继位的两年的时候 崔柱被比他植物低的左宰相庆丰给灭掉 当时庆丰打的旗号是什么 为齐庄公报仇 所以这个庆丰曾经是崔柱的同党 但是现在摇身一变 变成了崔柱身边的卧底 是忠臣义士 所以他就赢得了当时齐国很多大夫和很多官员的支持 于是庆锋这个时候独自为相 他一个人担任宰相 但是遗憾的是 这位庆锋当卧底可以 当宰相实在是不专业 说这个人飞扬跋扈 好酒好色 放着朝政不理 只顾自己玩乐 所以他很快就把齐国人惹闹了 说太多的人想要干掉的 那么庆锋毕竟是坐过卧底的人 他对环境的敏感度还是有的 所以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到自己在逐渐孤立 因此他想拉拢雁莹 于是找了个借口 就派人过去勾兑雁莹 那么雁莹是怎么说的 雁莹说 这段话什么意思 说我的那点人派不上用场 我的头脑也没法给你出谋划策 但是你放心 这件事我不会说出去 这个我可以发誓 那么后来仅仅一年时间 庆锋就被赶跑 庆家也被灭掉 那么在庆公会上 齐景公提出来 要奖励给燕英六十个亿 大伙注意 这六十个亿不是我们人民币的六十个亿 是六十个行政单位 按照齐国的行政管理办法 每三十户为一个亿 那么六十个亿就是一千八百户 一千八百户相当于多大规模 那个时候九千户为一个县 所以六十个亿是五分之一县 在那个时候 大伙都知道 说地盘就是实力 地盘大 收的就多 说经济实力强 地盘大 加丁就多 所以军事实力也会大 所以当齐景公把这么大一块地盘 奖励给燕英的时候 燕英是怎么样反应的 燕英拒绝了 所以齐人总能干出齐事 为什么燕英要拒绝 我们分析起来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奖励的不合理 因为在赶走庆丰的这件事上 燕英并没有实际的功劳 他只是保持了中立和低调而已 那么如果是非要给他奖励 找一个理由的话 那么只能说是在四年前 燕英曾经怎么样 哭过齐庄公一回 但是毕竟哭一回 和那些为了齐庄公自杀的人相比的话 那应该还是怎么样 还是没有那么大的分量 那么第二 国君是一个娃娃 他不成熟 这个燕英虽然长得像个娃娃 但是他已经熟透 说燕英不接受这个奖励 除了无功不受禄之外 还有他独特的财富官 当时有一位大臣就问他 说富人之所欲也 何独富欲 说富贵这件事情 人人都向往 为什么偏偏你不要 燕英说了 他说庆锋的家产 足够叫人心动 所以庆锋现在怎么样 被赶跑 我现在本来我的家产 别人不会眼红 但是如果加上这六十个亿 那就足够让人眼红了 所以如果是我接受了 那就离我逃亡的日子不远 我要如果是逃亡在外 那就一个亿也管不了 所以不是我不爱富贵 而是我怕失去富贵 燕英的做法 看来可谓是奇葩又另类 别人费尽心思想要得到的权力和财富 他却毫不犹豫地就都推辞掉了 而且燕英的说法我们也会有些奇怪 因为怕最后会失去 所以现在就干脆不接受 可是齐锦弓毕竟是国君 燕英的做法可谓是完全不给国君面子 而且燕英这一次的推辞 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后果 那就是这一次燕英也和宰相的位置失之交臂了 那么现在我们要回到问题的核心 就是这一次燕英到底有没有当上宰相 答案是没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燕英推迟了齐锦弓的奖励的同时 另外一位大臣接受 所以他先给了齐锦弓面子 接受完以后 这位又把奖励的土地和财产还给了齐锦弓 又给了齐锦弓礼子 所以这个人处事就比燕英圆花多了 因此公已为终 故有宠 齐锦弓认为这个人恨忠诚 所以对他宠爱有加 那么这个人认名为齐国的上清 国君最宠爱的人是上清 那么燕英排到中清 当然也是理所当然的 顺理成章 那么在燕子春秋当中 的确有位为中清的记录 而说这句话的背景 是背景当中 是燕英的妻子已经头发斑白了 可见燕英在年纪不小的时候 仍然是在担任忠卿 那么就在燕英走上清位 时间不久 这个时候 吴国的公子 他就被冕游来齐国了 那冕游是吴国国君的第四个儿子 这个人才华横溢 品德高尚 肃有贤名 我看到有些人的说法 说他是孔子的老师 说当时有南济北孔之说 还说他是中国南方的第一大圣人 当然这个问题我自己是没有考证过的 不过从别人这个说法里头 我们至少知道一点 说这个人怎么样 在当时还是很有名气的 那么这个人到了齐国以后 他很喜欢燕英 因此就对燕英说 自肃那义与正 无义无正乃免于难 什么意思呢 他说你赶紧把你的土地 还有权力交回去 你没有土地 没有权力 这样才能够什么 避免灾祸 那么季渣为什么这样说 在崔柱和庆丰倒台之后 齐国政治进入了一个平衡时期 各派势力基本上旗鼓相当 所以很难决出一位具有权威的人物来担任宰相 当时的各大门派一共有七家 那么燕英是当中实力最小 但是名声最好的一家 我们中国的春秋后期 社会矛盾是逐渐由诸侯争霸 然后发展成大幅争权 所以季渣就认为 像齐国采用的这种简单的平衡模式 并无法解决他深层的矛盾 因此这个里头会不断的摩擦 冲突火拼 最后以一方消灭另一方作为斗争的结果 而燕英实力最小 你如果走入到这个漩涡里 很容易进入权力纷争 也更容易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他的主意是急流永退 那么纪渣的这些话可信吗 他会不会是吴国想要削弱齐国的一场阴谋 他会不会是纪渣不了解情况之下的威严耸听 那么这件事情如果信 当然可以回避风险 但是政治前途没有 但是如果不信 万一被他言中 那你所有的报复也都成了泡影 那么对于燕英来讲 这个一米高的小个子 这个敢于坐地送宫 敢于去演枯装大戏的 这样一个具有非凡胆烈的人 他会不会信呢 那我们作为他的后人 我们是更加希望燕英能够勇往直前的 去争取相位呢 还是希望他能够暂时避避风头 留得青山寨不怕煤柴烧呢 我们看看燕英是怎么选择的 燕英的选择是信 为什么要信呢 我们分析有三点原因 第一个 纪扎的为人可靠 这是我们所有信任的基础 说纪扎的贤明 在当时的地球人全知道 第二个 纪扎所谈的问题 恰恰是燕英 他所关注的 所忧患 因为燕英呢 就处在这个矛盾的当中 以燕英的智慧 他会感受的非常深切 因此呢 这是两个相同层面的对话 所以呢我们太多的人 羡慕这个小个子的成就 却没有体会 这个小个子的内心的忧患 那么第三点 记扎的策略 郑重燕英的下怀 所以燕英呢 虽然有非凡的胆略 但是所有的胆 其实是建立在略的基础上 当燕英发现这件事情 看不清 搞不定的时候 他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 那就是走为上策 所以燕英呢 就找到齐锦公 向他辞职退地 燕英也可以说是一朵奇葩 国军奖励六十个亿 不要 不但如此 还要把已经划到自己名下的土地全部退回去 刚刚回到权力的高点 然后就要向国军辞职 所以齐锦公当然不能同意 因为燕英的做法不合情理 但是我们知道燕英这个人怎么样 是个牛脾气 此路不通 绕路而行 于是他就找到了同朝为亲的田氏的儿子 叫田吴宇 这个人很重要 在以后的我们很多季当中 都会出现他的名字 找到了田吴宇 请他帮忙 最终把土地和植物全部都退掉 那么燕英这个时候 他的职业生涯 他的仕途又走到了拐点 掉头向下 不知底在何处 我们知道燕英最终是坐到了齐国宰相的位置 俗话说在其位谋起政 以燕英的能力 他完全可以胜任宰相的职位 也只有在宰相的位置上 他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 对国家和百姓做出自己的贡献 可是燕英的行为 却让我们有些看不懂 如果他完全辞去自己的职务 那么他又该如何做 有利于国家和百姓的事情呢 辞职以后的燕英 又去做了些什么呢 燕英的辞职呢 是在公元前544年 辞了职以后 那齐景公呢 还是想要用它 于是呢 说你在朝廷上工作不太习惯 那么总可以去地方做点事情吧 因此景公使燕子为东俄仔 就是把燕英呢 派到东俄 山东的东俄 去当一个县太爷 县令 父母官 那么这个呢 连朝廷大臣都要辞去的人 居然接受 那么燕英的这个选择 如果从我们今天职场的观点 是非常明智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燕英出身大夫 家庭生活条件好 社会地位也很高 但是呢 他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 政绩也不足以服人 尽管燕英敢于坐地送工 能够去上演 枯装大戏 但是这些还不足以说明 你可以担任国家的CEO 因此呢 这需要燕英 去当一个地方的行政一把手 搞出一个样板工程 证明你可以当好这个家 那么燕英有没有当好这个家呢 实际结果是 三年毁文于国 谨功不悦 照而免之 燕英当了三年的县官 当完了以后 骂声一骗 都在说他坏话 那齐景龙听了非常不高兴 把他叫回来 打算免去他的职务 所以这件事就奇怪了 以燕英的智慧 怎么可能连一个县都管不好 燕英知道 这个时候解释都是徒劳的 所以燕英说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请再给我三年时间 我一定在遇而归 齐景龙看着这个小个子 这个得理不饶人的小个子 平常都是他批评人家 这回呢 轮到别人批评他了 他成了落魄牛人 乖可怜的 所以于是景龙不忍 服使致恶 齐景龙不忍心 那你说你再去吧 再干三年 这三年结果干下来如何呢 这三年下来 燕英来了一个闲鱼 大翻身 欲满全国 全国上下都在说燕英的好话 齐景龙非常高兴 决定重赏燕英 但是燕英再一次拒绝 那么这一次燕英的理由是什么 燕英是这样说的 他说第一次 我去东俄的时候 我加强社会治安 于是那些邪恶的人就讨厌我 我提倡勤俭剑孝涕 于是那些懒惰的人就讨厌我 我办案公正 于是当地那些豪强 他们就讨厌我 我的左右随从 他们想跟我这儿要一点好处 我是根据制度 该给的就给 不该给的不给 所以我的左右随从也讨厌我 还有一些达官贵人到我这里来 我都是按照标准进行接待 四菜一汤 从没有超标 所以达官贵人也讨厌我 于是他们都说我的坏话 所以您就听到 但是后边再一次去东俄的时候 这三年里头 我就放松了对这些人的管制 我不爱他们事 于是这些人都在说我的好话 邪恶的人说我好话 懒惰的人说我好话 豪强们说我的好话 左右随从说我的好话 达官贵人说我的好话 所以过去你批评我的时候 其实恰恰应该怎么样 表扬我 而现在你想奖励我的时候 恰恰应该是惩罚我 所以我不敢接受 听了这段话 大伙可以想想齐警公的表情 原来事情的现象和本质之间 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会如此的背道而驰 那么事情如此具体 道理如此深刻 所以齐警公就感受到了 燕英的智慧 因此呢 他就用国君的方式 表达了对燕英的信服 于是警公之燕子贤 乃任以国政 三年而其大行 那这段故事呢 是记载在燕子春秋当中 当中没有记载 到底发生了哪年 但是如果把燕子的生平 时间表摊开来看 它应该发生在 公元前的544年 到539年 这六年之间 因为这中间呢 有四个字叫任以国政 所以呢 有些人呢 就认为燕英 是从这个时候 当上宰相 但是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 燕英呢 接受了齐警公的任命 回到了朝廷 但是他的职务 很可能仍然不是宰相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公元前539年 离齐国各派之间的大火拼 还有八年之久 也就是说 当时的这个各大门派之间 还处于温和摩擦阶段 那么燕英当年想要回避的 那些矛盾 并没有因为他去东俄六年 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所以各大门派之间呢 彼此的斗争 仍然是盘根错节 错综复杂的 那么在各大门派 互相牵制 互相搅筑的 这样一个局面下 如果直接把燕英 放到了宰相的位置上 那他立即就会成为 各派的重视之地 所以燕英是不会干这种傻事 那么燕英回来干什么 他应该是负责一项 更为重要的政务而已 那当然燕英赶回来 燕英赶回到朝廷 说明燕英呢 是有充分的底气的 因为他在外面工作了六年 这六年里头 燕英沉下来 他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应该说是找到了 解决问题的方法 所以在六年以前 燕英是以逃避的方式 去躲开风险 而六年以后 燕英则是以参与的方式 争取机会 所以从这一点的变化上来看 燕英自己获得了超越 那么当然 我们经常说 说要一个人做事 要经得起诱惑 耐得住寂寞 那么齐景公不断地赏赐燕英 燕英都拒绝了 首先他经得起诱惑 第二 那么回到朝廷 那么在这样一种局面之下 他还必须得要耐得住寂寞 那么燕英又等待了多少年 八年 燕英当上宰相之前 正是齐国政治最混乱的时期 对于燕英的选择 我们心里真是有一个大问号 因为六年前 燕英是以逃避的方式 去躲开风险 现在虽然六年过去了 可是燕英的实力 却没有什么改变 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最混乱的时候 又选择了参与呢 这种参与是极具风险的 稍有不慎 就可能成为活拼的牺牲品 那么对燕英来说 等待他的会是怎样的血雨腥风呢 那么到公元前的532年 四大家族的火拼开始了 我们知道原来齐国的政治势力主要有七家 燕英是其中最弱的一家 那么在那六家当中 其中有一家已经在这个过程中沦落 那么还有一家已经变成了逍遥派 与世无争了 因此主要角族的是四个家族 那么其中 子良 子齐 他们是一派 那么另一派就是田家和豹家 那么在这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 子良子齐 他们的势力在不断的扩大 超过了田家和豹家 因此子良和子齐 就不可能像原来那样 对豹家那么尊重 所以彼此都在暗中较劲 终于有一天 说田家和豹家 同时接到了一个密报 说你家谈上事 子良和子齐 他们准备来攻打你们 这个田家 他们几代以前是从其他国家移民过来 所以这家人基本上处事历来是比较谨慎低调 而豹家 他是豹书牙的后代 那么这家处事历来是比较厚到实惠 说这两只老虎在平常的情况下不会出来吃人的 但是现在别人即将攻上门来 那当然也不能坐以待毙 于是他们就召集自己的家丁 下发武器 其实这是一场误会 这个时候子良子齐在干嘛 他们俩正在喝酒 正从豪言壮语 向胡言乱语过渡 所以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在酒桌上的这种语言攻击 在对方那里头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反击行动 当然所有的误会都是因为有潜在矛盾来支持 那么于是田家的主人 这个时候就是田无语 他将错就错 拉上了报价 打响了一场自卫反击战 当然这两边都是能人 都是能干的人 他们在大战之际 就是同时想到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什么 挟持国军 谁要把国军握在手里头 那谁说起话来 就硬起 就主动 于是子良和子齐 他们率领自己的家丁 开始攻打齐景宫 寝宫的南门 后来田家和报家也随后赶到 然后两方形成了对峙 那么这个时候燕英怎么样选择 燕英选择的是走中路 就是走支持齐景宫 四大家族两步相邦的中间路线 于是燕平仲端尾立于虎门之外 就是燕英穿着礼服 非常庄严地站在南门之外 说实话 燕英的这个举动太帅了 为什么呢 你看你们都拿的是兵器 而我穿的是礼服 国家礼服 你们谁敢对国家礼服不尽 你真的以为刀枪可以胜过礼意吗 所以四大家族 所以四大家族他们看见燕英这个状态都不想落一个叛国的罪名 所以因此两边都在召唤燕英 希望燕英过去 而燕英哪家都不去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燕英的家丁又问 说我们是不是要帮田家和豹家 燕英说 他们有什么好的值得我们帮助 家丁又问了 那我们帮助子梁子齐吧 燕英说 他们比田家和豹家强吗 那家丁又说了 那咱们回去吧 既然两不相帮咱们回去吧 燕英说了 国军正在遭到攻击 我们不保护国军 回哪去 后来齐警公召唤燕英 燕英进去以后 安排好了齐警公的保卫事项 所以警公安全了 这个时候需要等待的是两大门派 掘出最后的结果 他们在齐都的郊外 进行了一场决战 子梁子齐战败 逃到国外 那么这个时候 田家和豹家就准备 瓜分子梁子齐的家产 关键时刻又被燕英拦住了 不可以 那当然田武语要问 为什么 燕英说 说国军以前不能依法整治 说导致很多大臣专权 因此这是这场祸患来的原因 那么现在你们要想分他的家产 这是不符合法治的 你们只有把这些家产 把这些土地交还给国军 这才是规矩 所以连者正之本业 让者得之主也 所以公正是什么 公正是正式的根本 而谦让是品德的关键 所以你看 子梁子齐不知道谦让 所以他们招致了这场祸患 这难道不值得你们注意吗 而且凡是争夺心比较强的人 你看他一定是灾祸不断 凡是那些懂得谦让的人 他们往往不会失去自己的应得的福分 所以我劝你别拿别人的东西 那我们看到 燕英的这套说法 跟他在十四年前 推迟齐警公奖励那六十个亿的说法 基本上是一个思路 如出一辙 但是不同的是 在田无语看来 他真正的领会到了 燕英这套说法的实际效果 田无语看到燕英不断的谦让 不但没有没落下去 反而逐渐逐渐的成为了 齐国政治的中流砥柱 所以有舍才有德 大师就在身边 看不见那叫有眼无珠 因此田无语同样去找齐警公 把所有的分的他那份的土地和家产 交还给齐警公 并且向齐警公提出要求 辞去重要职务 走的完全是当年燕英的路 但是报家 该分的分 该拿的拿了 就没有想起来上交的这档的事 于是齐国政治 现在发生了变化 齐警公因为回收了很多土地和财富 因此实力得到了大大加强 所以他的根基就变得比以前更牢固 那么除了齐警公之外 那么还有几家人 这几家人的状态是 第一个有一家逍遥派 愿离是非 第二个有一家礼让迁退 就是田无语 那么还有一家 他们保守 他们韩后 他们实惠 就是报家 那么当然同时还有一家人 这一家人深得民心 他维护国军 同时又为振兴齐国 做了巨大的贡献 这个就是燕家 燕英 所以走到这的时候 燕英已经没有了障碍 所以他顺理成章的 当上了宰相 那么如果按照这样一套思路推断 燕英担任展相 应该是公元前532年的事情 那么小说东周列国志 用演绎的方式支持了这种说法 那我们现在看来 燕英一生从政的道路 是几经波折 跌宕起伏的 在他担任展相以后 还有一次 长达七年的下野生活 那同样也是 燕英提出了要退休 七年以后 被齐景公请出来 继续担任宰相 说如此算来 燕英这一辈子 竟有三次持职 有三次复出 那么为什么燕英 总能在沉寂之后 东山再起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 非要把燕英推向前台 请关注下集 廉政监区